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四集 也是这个最终BOSS战 以及结局 那么后面我还会为大家再录一个关于挑战模式和这个隐藏服装的特别视频 就和这个战神3一样 好那么上一次这个存档点呢是在这个已经被毁掉的这个雅典城先知神庙这 好这里一上来就是独盘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场战斗呢如果说是进来以后贴着左边的墙爬上去是可以绕过的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无限魔法的哈迪斯军团的话 打起来也 也比较省势 这边一共是好像是三个练球怪加三个牛头吧 现在对付这种杂兵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好这边先放这个哈迪斯军团进去有条美杜莎 和一大堆这个弓箭手 这里躲一下 好那么这个哈迪斯军团呢已经把对面的这些弓箭手都全部清掉了 这一战如果说不是这个魔法无限也可以随便用 可以看到刚才有一个蓝绿宝箱 给你扑子 好这边又回到咱们就先知的那个地方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艾瑞斯已经摧毁雅典了 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说完好像死了吧 那前面就是咱们最后的这个红魂宝箱了 这里这个红魂也是非常多 咱们升级一下吧 这个阿特密斯之刃 升级也是需要这个大量的红魂 好升到二级是这个攻击力更高 然后这个升三级咱们还差900左右的红魂 好这边是最后的蓝绿宝箱给你补满大boss 好一过来呢 剧情 Kratos穿越了失魂沙漠 也逃过了潘多拉神庙的那些陷阱 甚至逃过了这个地狱深渊 最后还有一个任务 Jose你看见你的儿子能做什么了吗 你把你的宠爱都给了亚典娜 但是他的城市现在在我脚下成为废墟了 现在连潘多拉的盒子都在我手上 你希望我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所有奥林匹斯的神吗 Kratos你居然从这个冥界回来了 这就是你所能做的一切吗 父亲你派这个废人来打败我 我这个战神 然后Kratos废话不多说 直接一发这个宙斯之怒 把这个箱子给打下来了 经过了几千年 潘多拉的盒子终于被打开了 众神的力量被释放出来 好 Kratos变大了 你归根到底还是个烦人 就像那天我救你性命时那样渺小 我不是那天的那个我了 你创造的这个怪物现在回来杀你了 看他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怪物 对吧 我变个给你看看 好 这个 爱瑞斯长出了这个蜘蛛的脚 你变怪物 咱们变奥特曼 最后决战 那现在我教你最后一课 好 这边呢 就是这个 哈利斯军团配合这个 布塞冬之怒 狂放 这没啥技术含量 而且每次打到他 一段血 这个被喷掉以后呢 就会 放出大量的蓝魂和绿魂 给咱们铺子 好 他出提示了 咱们上去 这个 哈利斯军团的攻击力 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地方按圆圈 按太快了 没注意那个QTE 好 不要紧 咱们再打他几下 一轮攻击又出定值了 还可以获得大量的魂毒子 好 这里呢 这个按完圆圈以后 第一下按对 然后第二下呢 故意按错 这样的话 就可以拿到 大概三条到四条的 这个红魂 在最后这个地方 刷红魂呢 效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第一下这个QTE按对 会扎他一下 大概飘出这个三条半的红魂 然后第二下故意按错 这样就不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爱瑞斯的血呢 又只有一点点 再上去补他 补他几下 他又会出硬值 然后再上去抓 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不断的刷红魂 如果说你到最后这个武器还没有升级满呢 就可以在这刷一会儿 这个效率还是不错的 好 这里咱们最后一把武器也是升到顶了 那其实最后第二下扎那个 爱瑞斯以后 他飘出的红魂还有非常多 所以说 大家可以留点余地 好 最后这个三 三堆红魂大概一共有三十条 好 这个爱瑞斯打不过 我们呢就放这个黑洞炮 好 把我们吸过去 好 最后 Kratos被不幸吸进去了 我已经教会了你很多方法 去杀掉一个人 来炙烤他的肉体 折断他的骨头 但是 摧毁一个人的信念 才是真正摧毁他的方法 你还记得这地方吗 斯巴达人 在这里你铸就了最大的错误 但是现在还有机会 你可以挽救过去所做的一切 这个 萦绕Kratos多年的这个噩梦 现在活生生的呈现在他面前 他的过去 就在他这个面前 他又回到当年杀死自己老婆孩子的那个地方 在一个异次元空间 Kratos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们在哪 哎呀 天呐 这 这是真的吗 亏也不敢相信 这个时候 墙上和这个地板上的刷出了非常多 这个邪恶的Kratos 那咱们就要在这帮 乌合之众当中保护这个老婆孩子 这一场战斗也是 高的难度下 最高的一场 最难的一场战斗了 他说 Aris你再也不能阻止我了 我会拯救我的家庭 好 一上来的这几个人呢 可以用这个阿特密斯之刃砍 也可以这个用投机 投机的话是一下搞定 可是投机快一点吧 好 这个人多的时候呢 就放这个哈迪斯军团 那反正现在咱们是无限魔力的话 就不断放这个哈迪斯军团 还有这个波在东之怒 都可以搞定这场战斗 好 这个老婆孩子少血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上去投机 暴露他们给他们补血 当然自己的HP会少 那这场战斗如果在这个 不是这个魔法无限的情况下怎么打呢 建议大家是先爆气 也就是发动众神之怒 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魔法都是无限的 先放这个哈迪斯军团 然后再放两次波在东之怒 再放一次哈迪斯军团 然后可能最后还有时间的话 再放一次波在东之怒 这样的话一轮下来也是可以支持不了时间 然后上去赶紧给老婆孩子补血 接下来就这个 因为魔法还没用过嘛 所以就再继续旁放魔法 把魔法放光呢 基本上这个众神之怒 它是回得非常快的 在这场战斗章当中这个暴气 逃回得非常快 马上又可以再暴气 那么第二次暴气结束呢 基本上战斗就结束了 站在他们旁边老是按错 最后这个远距离的敌人呢 用哈迪斯军团解决 这个音乐非常然 Kratos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他拯救了他的家人 Kratos 带我们回家吧 你看见了吗战神 你能带走他们一次 但是你再也不能带走他们了 你是不能拯救他们的 Kratos 你这个用他们交换了无穷尽的力量 那力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我不想付出这个代价 我并没有希望他们死掉 我给你的力量 用什么东西来换都不为过的 但是你现在居然背叛我了 背叛我这个神 你现在不再会有力量了 也没有魔法了 你现在所拥有的呢 只有死亡 然后他把这个混沌之刃拿走了 并且又用他杀死了这个 奎野的老婆孩子 你应该加入我的Kratos 你本来会变得更强的 这个时候正在Kratos 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看到了远处这把剑 这个场景咱们之前是路过过的 我当时也提到过 这个时候还是一座桥 咱们从上面路过 现在他变成了一把武器 他说这个 奥林匹斯当中还有我的盟友 Aris你现在会知道我有多强 好最终战 这个最终战呢 是咱们和这个boss 共用一条血槽 他烧下去我们就涨 然后他打我们的话 这个咱们的血扣下去 他的血槽就会涨 所以说这个战斗 如果处理的不好 那就会变成一场这个拉锯战 好这个战斗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攻击呢 就是他放左手放火球的那招 那招是不能防御的 好等他这个一轮攻击攻完 咱们上去砍 先防 防完以后 在他这个硬直的时候 方块连点 然后会出现这个拼刀 那么两轮拼刀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他了 他的这个左手放火球那招 你就刺到他不要放那招 要不然的话 近距离闪避 很容易这个来不及 别忘了Kratos 在你 这里有个奖杯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是我救了你 我还没有忘记 Ares 我没有忘记你是怎么救我的 他说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我是想让你变成一个 伟大的战士 你的确成功了 这个对白非常经典 最后一件KO 不可一世的这个战胜 是打在了咱们亏爷面前 死的时候还这么 被创 还飙一下血在死 Kratos Kratos 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壮举 一个凡人 击败了一个神 Ares 将不复存在 好 最后还发生了这个原子弹爆炸 Ares死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 不像雅典娜死的时候 屁都不放一个 这边说 雅典城被救下来了 必将再度繁荣 但是对于Kratos来说 并非如此 他希望这个众神能够重铸 他的灵魂 但是他的噩梦呢 还是没有 甩掉 雅典娜 请你帮我把那些回忆抹去吧 你做得不错 Kratos 战神死了 众神欠你一个人情 我们许诺国会原谅你的那些罪恶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被原谅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许诺国拿走你的噩梦 没有人 没有神能够忘记你所做的那一切 雅典娜耍赖了 最后这个Kratos得知他的那些噩梦 永远将挥之不去的时候 他来到了希腊上面这个山上悬崖边 向下眺望这个爱琴海 好 说最经典的台词 说奥林匹斯的众神已经抛弃我了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希望 Kratos从全希腊最高的山上跳了下去 经过了十年的磨难 十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最终一切都结束了 死亡也许是他逃避疯狂的唯一方式 这个是呼应开头了 但是Kratos的命运并非想看上去那样走投无路 众神对于这个事情另有安排 好 这个Kratos呢 发现自己像一片羽毛一样 从海面当中 飘回到了陆地上 这时候雅典娜发话了 你现在还不能死 Kratos 众神不能让一个如此虔诚的信徒死于自杀 Ares是这个残暴 非常残暴 他的这个毁灭之路呢 必须得到阻止 但是现在奥林匹斯上面还有一个空缺的这个宝座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神 走上这些台阶 他们将引领你拿到最终的奖赏 好 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雅典娜的刀刃 雅典娜之刃 也就是二代的助武器 现在这个所有的招式 还是和那个混沌之刃顶级一样 你的这个旅途走到终点了 走上这个台阶 获得你在众神当中的这个席位 还是这个混沌之刃顶级的那些招式 不过到了二代 这些招式都被改掉了 好 这里咱们进入到这个奥林匹斯宫殿 这边呢 是这个战神的宫殿 好 这里还有个存档点 那么这边为什么有个存档点呢 因为这两边是有两尊这个塑像 这边记载的是 咱们曾经击败过的这个敌人 这个是谁呢 就是那个米诺牛 然后右边这个是战神 亿故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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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两尊塑像呢 是可以打败 打碎的 用那招这个空中 L1加元 打了无数次以后 哎 最后会有一次打碎 我曾经也是试过 非常蛋疼 要打半天 那这两个塑像打碎 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可以获得一条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机密什么信息 然后是个电话号码 那个我就没打过了 这个电话号码估计是美国的 还得长途 好 这边看到这个战神的宝座 咱们坐上去 好 最终的剧情 从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不管人类的战争是处于邪恶还是善良 他们都被一个曾经击败过神的人 关注着 都是被他所驾驭着 这个凡人 到如今变成了新的战神 好 刚才好像还看到了什么现代战争呢 好 这边说 恭喜你 这个 通关了 最后这张话非常雷人 也是拿到一个金杯 好 这里要不要存档 当然要存 存完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 这个 打这个高的难度 也就是最高难度了 然后最后是这个 演织人员表 那这个演织人员表呢 就比较贴心了 对吧 右边还有一些动画可以看 不像三代那个非常长 关键是这个还可以按掉 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 三代那个是逼着你看 而且三代是所有动画全部不能按掉 包括二周目 非常非常恶心 可能是出于读盘需要 那咱们这个动画就按掉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些这个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的 叫做这个通关特点影像 这边看一下Trader 这里开出了非常多的东西 包括一些制作花絮 还有这个众神的竞技场 然后最后还有三个没开出来 一个是这个隐藏服装 这个要打通众神的挑战 也就是竞技场模式才会开出来 那最后的两条这个隐秘信息呢 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打碎实相 还有一条是要高的难度通关 不过都是好像两个电话号码吧 这个没什么用 咱们在国内也不可能打那号码 也不知道那号码 现在有没有失效了 好这边是战神的预告片 然后是制作人员表 然后是曾经删掉的关卡 还有什么 这个 人设 都是一些访谈节目 还有场景这个建造 还有这个God Mode 就是最高难度了 然后这个是角色的目的 然后是这个动画 然后这里又有两段这个绝密录像 这个录像对于理解剧情还是有所帮助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共是三段 这个是什么 好像不是这个吧 这个是说说那个怪物的人设 那咱们就不看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盘的话慢慢看 好这个要看一下 这个野兽的诞生 这样一段绝密录像 这里还获得一个奖杯 看这段录像 可以获得这个奖杯 这个关于奎爷的这个绅士呢 这边 说这个奎爷小时候虽然说非常牛逼 但是也是他妈神的 他是这个斯巴达的一个孩子 这个斯巴达呢非常严格 大家都知道这个体弱多病的那些孩子 就会被扔到山里面去喂狼 只有剩下那些强壮的才能长大成人 然后经过不断训练最后保卫国家 那奎托斯是这个比较强壮的孩子 但是他的弟弟呢就没有逃过厄运 就被抓走扔到山里喂狼了 那奎托斯长大以后成为了这个传奇般的人物 但是他弟弟的故事呢就没人知道了 这个孩子在山里面很早以前就死了 但是他来到了地下世界呢 来到了冥界 他决心要向他的曾经抛弃他的哥哥复仇 这段影像我觉得可能战神4会在这里头做文章嘛 要不然为什么看这段动画是有奖杯 其他动画没有奖杯呢 而且这个三代里面确实也提到了很多 这个他弟弟的姓 那个地上的一些笔记 也是有一些暗示吧 那这个角色的这个坟墓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一个3D的模型的这样一个展示 都是游戏当中的一些角色和这个怪物 好 美杜莎还有这些杂兵 还有咱们的奎爷 这个是穿上铠甲的奎爷 这边还有这个胖胖的巨人 有些怪物好像没有看到过 好 还有半人马 那咱们就退出了 好 还有两段录像 这两段录像也没什么字幕 我就听意了 这个英语水平有限 翻译的不对 大家多多指出 这边也是隐藏录像 说这个也是说 奎爷之前的身世 奎托斯完成了他这个想都没想过的壮举 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坐得并不轻松 他的过去有一个秘密 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他这个出生的这个事情 他也是他娘生的 但是关于这个 奎托斯的父亲的父亲是谁 这个村庄当中有非常多的谣言 最后这个谣言实在是让他们忍不住了 结果奎托斯他妈妈就带着奎托斯 逃出了这个斯巴达的村庄 奎托斯当时还小 还不知道 他还不知道他父亲到底是谁 现在这个奎托斯呢 已经长大成年了 奎托斯回到了斯巴达 回到了他之前出生的那个村庄 想找到他母亲 他这个母亲已经快死了 在他死之前呢 奎托斯是想知道他父亲到底是谁 那么这个他妈妈呢也知道 如果说出来 他会付出什么代价 但是已经是时候 让这个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了 那这个奎托斯他母亲呢 被吓了诅咒 他一旦说出这个 他父亲的名字呢 就会变成一个怪兽 而且是六亲不认 那奎托斯最后是忍痛 杀掉了自己的母亲 这个他母亲呢 最后临终之前说了 他父亲是谁 他并不是一个凡人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宙斯的儿子 知道这一切呢 奎托斯他就非常不爽了 他要向他的父亲 也就是宙斯复仇 曾经抛弃他的这个父亲 这个其实就是三代的线索了 那很多人问这个 到底哪儿说的这个 奎托斯父亲是宙斯呢 就是这儿所说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没看过这个录像 最后说这个克罗诺斯的这个命运 最后这个潘多拉盒子 被拿走了呢 但是他依然是在这个 失魂沙漠里徘徊 又过了这个几千年 那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都还在 但是这一切呢 哎 这里看到直升飞机了 非常搞笑 说这个现代呢 这个直升飞机飞过去了 哎 发现这个 克罗诺斯已经死了 变成了一堆骨头 但是他这个 背上的神庙呢 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危险 也有非常多的这个 宝藏和秘密 说这个一个新的英雄 将要诞生 好 那么就是这三段隐藏录像 那么这个战胜一的剧情部分呢 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这个挑战 众神的挑战 再见